接着带您关心中国H1N1流感疫情现在是卷土重来 中共官方网站5月10号报道 广西省来宾市顶散乡突然爆发H1N1流感疫情 截至9号已经发现64名发热病例 其中一名学生病情严重已经在9号病逝 当地村民乡记者透露 事发之前有外地商贩运来了大批的活鸡 在当地低价抛售 怀疑疫情与此有关 H7N9流感疫情正在蔓延 H1N1甲型流感又卷土重来 5月8号广西省来宾市顶散村 30多名小学生出现了发热咳嗽等流感症状 到5月9号该村和临近的村庄共发现64名发热病例 其中55人是学生 7人是学前儿童 2人是发热学生的家长 其中一名10岁的增性小学生病情严重 发展为重症脑炎后 于5月9号凌晨病逝 当地卫生部门对4名发热学生和一名儿童进行了取样送检 结果发现4份样本的甲型流感病毒核酸 以及甲型H1N1流感病毒核酸均呈阳性 甲型H1N1流感是甲型流感的亚型变种 和普通的季节性流感不同之处在于H1N1病毒毒核 包含了核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三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 既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也可以在人与猪之间交叉反复传播 不过对于这次广西突然爆发的甲流疫情 中共当局还没有公布 病毒的传染途径究竟是人际传播还是人畜间传播 早在一个多月前 广西省就已经发现了H1N1流感病例 4月5号 广西荣水中学有三名学生被确诊 感染甲型H1N1流感 该中学的所在地距离本次爆发流感的小学 只有大约180公里 大约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另外 据当地村民向大纪元新闻网的记者透露 大约10天前 有商人从广西南宁运来挤车机 在石崖乡低价贩卖 5天后就有村民陆续出现流感症状 据卫生组织介绍 感染H1N1后容易发展为重症的人群 是20岁到45岁的青壮年人 潜伏期从最短半天到最长7天 2009年 该病毒曾在全世界大面积爆发 并引发世卫组织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